来了客观 今天小青和大家一起来看《死神来了》系列的第五集 也是最后一集 喜欢这个系列的还请帮小青多多点赞完结洒花 没有看过前四集的小伙伴可以在频道内观看哦 某天清晨 一家造职场公司组织员工去郊外进行团队训练 尽管是平常的一天 但员工们各怀心事 穿格子衬衫的是山姆 和她打取业绩的则是上司彼得 两人正说着话 山姆的女友莫莉从车中出来 她看上去有些心事 在山姆的追问下 她一两人不合适的理由提出分手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相较于山姆 彼得的心情就好很多 她和自己的实习生女友坎迪斯 已经约定好深夜坦诚相待 穿着靓丽的奥利维亚 从一个摇滚男生的车中走出 男生不忘提醒她戴上眼镜 奥利维亚向彼得打了个招呼 坎迪斯似乎有些吃醋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伴嘴起来 公司老板也很快赶到 车上还差一人 那就是车间内的内森 老工人罗伊 对她仅四年就坐到办公室的位置很不满 阻拦内森不让她去参加团队训练 好在山姆及时赶到把她带了出来 两人边走边聊 从谈话中可以得知 山姆不仅是名业务员 同时还坐着厨师的兼职 餐厅想将她派去巴黎 但山姆并不愿离开女友 这也许就是两人的隔阂 上车前 山姆盯着车台街上的启示雨 有些出神 巴士上路 公路边竖着一处流星建筑物的标识 而车载电视里播放着的拓展训练介绍 则和180企业相关 坎迪斯将皮筋绑在手腕上 说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放松 还能带来好运 眼镜男接起电话 吐槽着无聊的训练 旁边的老板脸一黑 他赶紧起身走入隔阶 一辆运载木头的大车从旁边驶过 和第二级的那辆十分相似 大桥正在整修 大巴在指示下缓慢行驶 从铁板上压过 滚烫的沥青正在切割的桥面 一阵风将旁边的空桶吹落 大巴突然刹车 山姆的手指似乎被什么东西划伤 电视开始花瓶 广播里响起风中尘埃 这时 一阵风吹着船往大桥的方向拾去 施工的图纸也被吹走 山姆感觉有些不对劲 突然 桥面出现断裂 桥身开始晃动 所有人急忙下车 坎迪斯以为抱着栏杆会安全一些 第一个掉了下去 正好被船的桅杆上穿透身体 毫不知情的眼镜男 刚打完电话从隔间出来 就和车一起掉了下去 桥面断裂 山姆让莫里香过去 听到求救声 又去帮助眼镜被弄丢的奥利维亚 但不幸的是 奥利维亚在离对岸只有一步之遥时 划进海里 他刚把头伸出来 又被一辆掉下的车砸中 内森还在奔跑 被大桥上飞荡的绳索瞬间砸碎 桥面断裂 愈演愈烈 尽管老板死死地抓住桥边的钢筋 可他还是没能逃过滚烫的利青 赶来的彼得一个助力跑 抓住桥边的栏杆 山姆也跟着跳了过去 后方的大桥全部坍塌 一辆装满建材的车摇摇欲坠 滑下来的钢筋插穿彼得的身体 山姆也没能被幸运之神眷顾 被钢板一分为二 山姆从幻觉中醒来 但他却发现 一切都和幻觉中的一样进行着 他立马惊恐地喊着 大桥会坍塌 让大家下车 但并没有人愿意相信他 只有莫莉跟着他 老板有些不耐烦 让彼得去追两人 看迪斯跟了过去 疑惑的老板等人以下车查看情况 果然桥面开始坍塌 好在山姆莫莉等八人 及时下车逃过一劫 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后续调查中 尽管山姆表示自己突然产生了幻觉 但并不具备说服力 警察怀疑他是名极端分子 但法医的分析报告显示 大桥坍塌是因为墙风和维修路面造成的 警察只好放他们离开 临行前 警察不服地告诉他 我有预感 我们会再见面 新闻报道了此事 同车的17名员工遇难 媒体把他们称为幸运八人组 老板在葬礼上致辞 山姆有些自责 为什么没能救下更多的人 不知是不是老板记性不好 他竟然还提到了眼镜男的名字 引得内森和奥利维亚的哄笑 葬礼结束后 一个男人经过彼得和山姆时 旁边说了句 此生不喜欢被欺骗 并提醒他们要多加小心 厨师长对山姆很是欣赏 在结束餐厅的工作后 山姆来到莫莉家 水壶响起 灯泡忽明忽暗 山姆再次挽留莫莉 可他却担心自己成为羁绊 希望山姆能够追逐自己喜欢的事情 去巴黎工作 另一边 堪迪斯有些心神不宁 彼得来到学校 陪他进行赛前的体操训练 体操势力松动的机械 刚被修理好的风扇 以及裸露的电线 管道正在滴水 这些都成为死神天然的陷阱 上场前 彼得为女友送上热烈的掌声 在抹完滑石粉后 堪迪斯习惯性地 转动手腕上的皮筋 皮筋突然断开 他有些不安 但还是继续训练 当他走上平衡幕 屋顶的水滴在电线上面 飞足旋转的扇叶 把固定保护罩的螺丝震落 正好立在平衡幕 离他的脚仅差一步 幸好 接下来的动作正好跨过螺丝 已经漏电的水 也被他不经意间扔下来的毛巾盖上 训练动作完美 但下一个同学就没那么幸运了 女生一脚踩中螺丝 从平衡幕上掉下来 后退时打翻滑石粉 风扇吹起 眯住坎迪斯的眼睛 手一滑 坎迪斯摔下来身体对折 预感中 坎迪斯是翻过一个栏杆后 在辅助桥上摔了下去 现在想来 和死神前面所做的一切也是铺垫 而他也已经用灯泡的方式 提醒过了山姆 山姆听到消息赶来安慰彼得 他似乎又看到了那个葬礼上 提醒他们的男人 山姆有些奇怪 我明明没有对着镜子说出五遍糖果人啊 不对不对 串戏了 慌身后 男人又消失不见 公司里十分安静 彼得在工作位上正做着什么转移注意力 当公司里都在因为同事们的去世手忙脚乱时 眼镜男正在偷摸 将同事的零钱倒入口袋 尽管被抽屉里的钉子扎破了手指 他也不忘再顺走一张按摩券 老公人罗伊总是找内森的麻烦 所以他也准备离职 并将罗伊的酒偷了出来准备畅饮一番 这个熟悉的啤酒品牌 从第二集就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彼得也拿出一瓶好酒 试图通过酒精转移悲伤 眼镜男拿着预约券来到按摩店 大声打着电话 前台向他指出不准打电话的字牌 一看到美女 眼镜男立马眼都直了 不停用言语调戏 并要求前台给他安排一个专业按摩 前台将他领入房间 眼镜男摸了摸佛像还吐槽了几句 他躺在床上 期待着他的美女按摩师 可谁知在此睁眼时 眼前的却是一位大妈 手法确实很专业 大妈不理会眼镜男的哀嚎 按摩带来的酸痛让他挣扎起来 不小心把床腿弄出了点小问题 下一个项目是针灸 眼镜男要求大妈消毒 大妈拿出一条毛巾和一桶酒精 原来大妈不是听不懂英语 而是不想理他 这时电话响起 大妈说着 在针灸时不能接电话 把手机放在烛台旁 并交代他好好休息 30分钟后就离开了 香灰掉在了带酒精的毛巾上面 开始着火 眼镜男大声呼救 床腿终于支撑不住 他正面朝下掉在地上 震动使毛巾连带酒精筒掉落 眼镜男挣扎着起身 刚准备离开 手机又响了起来 点燃地上的酒精 火迅速蔓延到他的面前 不巧碰到了墙上的木板 还好火并没有蔓延到他面前 可还没等他喘过气 被他比喻成像年糕的佛像 就直直地落在他脸上 这种方式和预感中 他被车窗玻璃扎满身体 在淹入水中十分相似 办公室里一群悲伤的人 戒酒消愁 奥里维亚召集出门办事 不小心把相框打碎 右下角的死神图像 正和T3集中游乐场的相同 彼得想起坎迪斯 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此时警察正在试图 重现坎迪斯的死亡方式 却屡试屡败 因为这一切的巧合都太诡异了 眼镜男的死讯传来 几人赶到现场查看情况 那个男人又出现了 山姆冲上去质问他 为什么每次有人死去 你都在现场 原来他是一名验尸官 男人告诉他们 你们逃过一劫 但仍注定要死 死神会维持平衡 而从他的话中 几人也领悟一条信息 如果他们想逃过此劫 就只能让死神找别人代替 也就是说 他们需要找人替自己 大家似乎明白了过来 他们本应在大桥坍塌事故中丧生 由于沙姆他们暂时得救 现在死神要上门收债了 但沙姆却有些庆幸 因为在幻觉中 莫莉是唯一的幸存者 奥利维亚这边 在经历生离死别后 他意识到及时行乐才是王道 于是 他准备做近视手术摆脱眼镜 走进手术室前 他将水杯随手放在饮水机上 手术室里摆放着许多 帮助病人舒缓情绪的毛装玩偶 在固定好头部后 医生帮他沎上麻药 撑开眼睛 奥利维亚越来越紧张 玩偶的眼睛都被他抓掉一只 医生发现 当他有些问题便出门找护士了 饮水机冒出的气泡将杯子震掉 洒落的水打湿插座 电线另一头连接的 正是做手术的仪器 数字越来越高 奥利维亚听着声音更加害怕了 他想伸手去关掉机器 却不小心把遥控器弄掉了 误触到了开始间 激光灼伤他的眼睛 由于头被固定了 他无法移动 用手去挡 再次被灼伤 一旁的玩偶 就像是死神一般看着一切 奥利维亚终于挣脱了机器 山姆和莫莉姗姗来吃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踩住玩偶的眼睛后滑倒 从窗户上掉出去 滚出的眼球被飞驰的汽车压扁 没人注意到 那个破裂的相框 裂痕都集中在他的眼睛 而他也和幻觉中一样 从眼镜引发灾难 莫莉家中 山姆努力回忆那天的幻觉 按照顺序 接下来就是内森 他们赶紧起身去救人 中控势力 内森看着考情卡上 罗伊对自己的蔑视 忍无可忍 并去找他谈话 罗伊随手将扳手放在一边 工厂底部有很多像钉子一样的东西 屋顶上也有许多巨型钩子 内森感觉这一切都是死亡预兆 十分紧张 因为公司出了事 所以减少工作时间 工资也先硬减少 罗伊对此很不满 两人发生争执 挂钩移动到内森头顶 他赶紧推罗伊离开 却没想到 突然降落的钩子 把罗伊脚下的铁板砸掉一块 罗伊的头被钩子穿透 彼得找到老板 告诉他另外两个同事 都出意外去世的事情 希望他能赶紧想办法保护好自己 但老板却不以为意 无奈的彼得只能离开 当他来到车间时 山姆两人已正好赶到 彼得一口咬定 是内森为了活命 故意搞死罗伊 既然内森被跳过了 那下一个会是谁呢 赶到的老板 对他们的谈话产生疑问 还没来得及问清楚情况 就被罗伊放置的扳手贯穿脑袋 竟然恍然大悟 老板就是下一个 山姆不顾莫莉的阻拦 继续去餐厅上班 他认为 也许死人并不想让我死 只要能和爱人在一起 就很开心 并提出下班后约会放松心情 仔细看 山姆工作的餐厅名 反过来正是180 厨房里危机四伏 比如这个角肉机 好在山姆触手小心 毫无头绪的警察一直在监视着他们 下班后 山姆亲自为莫莉准备了烛光晚餐 并告诉他 自己接受了巴黎的工作 可惜短暂的甜蜜 被嫌来送苦的彼得打断 一阵诡异的风吹过 彼得不停自言自语 他知道下一个是自己 所以他准备找别人代替自己 但在路上他不忍心动手 莫莉为彼得的状态感到难过 突然彼得话锋一转 为什么只有你能活着 他掏出一把手枪对着莫莉 好在山姆及时掀翻桌子 带莫莉躲进了厨房 外面的警察听到动静后 立马请求支援 冲进厨房的彼得 打爆了一旁的器官 然后又把山姆打晕在地 桌边的刀转了好几圈后掉下 却没有伤到山姆 看来死神队顺序十分严格 彼得已经有些失心疯了 他打开所有火炉和灶台 躲在角落里的莫莉 取出一把刀自卫 警官在这时出现 还没等他问清楚情况 就被背后的彼得一枪毙命 警察算是替彼得死去 接下来会死的是山姆 但他也绝不能让莫莉 暴露自己杀死警察的事实 正当他准备动手时 山姆扑了过来 手枪掉落在灶台上 彼得如同迈克尔附体 千军一发之际 山姆从背后用烤肉架 捅穿了彼得的身体 死里逃生的两人抱在一起 这时灶台上的手枪烧热走火 却只打中了山姆身后的杯子 看来山姆已经从死神名单上逃脱了 两周后 两人准备飞往巴黎 开启新的生活 飞机上 他们并未在意背后传来的争吵 还记得他们吗 正是死神来了衣装的那群人 飞机很快起飞 山姆拿出机票 正是180航班 而0513的日期组合也是180 戴上耳机 熟悉的风中尘埃响起 飞机有些颠簸 山姆的手指再次被割破 空姐为乘客解疑 刚才的争吵是因为一名学生说自己产生幻觉 让人听到后才意识到 这是趟死亡航班 飞机很快发生爆炸 本不该去死的莫莉 因为干涉规则被写上名单 而由于他无意间救下已经逃脱死亡名单的山姆 山姆也被再次写上名单 最终两人都没能逃出死神的魔招 此时内森正在参加罗伊的追悼会 可他却从同事那里得知 罗伊尸检时被发现患有脑部疾病 随时可能会死 风中尘埃在酒吧里响起 同事说出那句 此时来了四中的暗示 飞机掉落的零件 不偏不倚的砸在内森头上 现在想想 硬是关的那句话 没错 死神可不喜欢欺骗 作为死神来了的终结作 第五集在最后的情节设计上别出心裁 成功与第一集的剧情接轨 形成闭环 开头大桥坍塌事件拍得十分震撼 这个系列整体看下来 在电影构架相似的同时 比其他系列电影更加全面化和细节化 每次故事的载体和场所也大不相同 角色的性格形象刻画的也比较到位 几乎没有重复的思法 满足了观众追求刺激的感官需求 但小青认为 最出彩的还是这个系列的第二集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集呢 欢迎留言告诉小青 好了 小青风是要打热了 我们下期见 Mua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